台前的两位学员 一位是罹患乳癌 二期十年的患者 一位则是淋发癌 脑转移患者 在癌症基金会介入下 辅导饮食控管 帮助他们延缓病程 利用时间完成梦想 我们一开始照顾 是照顾多久呢 一年 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 每一年的量 大概都可以照顾 一百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根深蒂固 可能来自上一代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 是非常难 但是它是可以改了 你改了之后 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癌症基金会在去年 开办的 癌游饮食指导专班 就由营养师的介入 从收案开始 进行身体组成检测 并填写相关量表研究 针对饮食调整多样性 适量及全食物 还有健康油脂把关 从生活中的饮食 控管身体各种指数 达到健康促进的效果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 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 吃得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并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盖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五股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杯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记录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基金会提醒癌友 离癌别惧怕 首先将体重管控在理想范围 接着是掌握肝功能指数 及营养摄取均衡 进而达到生活品质的提升 同时也公布研究12年的成果 通过台北医学大学 人体试验委员会合课 历年参与的701位学员 在营养师三个月的陪伴下 有效改善学员四大指标 同时也改善癌友的生活品质 记者陈密伦 台北报导